《使徒保罗》是一部以圣经记载为背景 讲述保罗殉道前夕的电影 虽然不是纪录片 但导演很忠于圣见 并且在电影里还有很多引用保罗书信的语句 公元67年的罗马城 不久前经历了一场持续了三天三夜的火灾 持火灾导致许多人上升 当时统治罗马帝国的尼路皇帝为了推卸责任 而念造谎言说是罗马城的基督徒因为仇恨社会而纵火 于是他加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基督徒们被放置在斗手场里与野兽厮杀 或是被绑在路边的柱子上浇上腊油 像烧蜡烛般的被点燃而活活烧死 在电影的开头年老的保罗因为这场大火被光压在地牢 他的同工路加前来罗马寻找保罗 希望从保罗那里获得从神而来的启示 电影主要有三条故事线 罗马的一个基督徒社区 监狱中的保罗和监狱长毛里球斯 而路加是创临传播故事线的线索人物 罗马的基督徒社区其实是基督徒们逃离罗马当局的杀害而藏身的地方 这里的负责人是阿窥纳和希拉 他们除了收留因为迫害无处可去的基督徒以外 还会收留街头流浪的寡妇孤儿 这个基督徒社区面临一个很难的抉择 到底是逃离这个危险的罗马之城 还是为着那些无助的人继续留下来完成自己的死命 这也是阿窥纳和希拉持有的风起 但他们还是竭力保守合一 祈求神的指示 保罗接到了监狱长从尼路带来的死刑双判书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判决而感到惶恐 但在最后的人生道路上 保罗还是受到邪恶势力的猛烈攻击 保罗将自己交托给主 并对主说你的恩典够用 监狱长毛利求斯深受罗马世俗文化与价值观的左右 在他心里所谓的成功就是权力坚持自由 而他却无法用这些来换取自己女儿的健康 因为他的女儿得了重病 生命存微 他和他的妻子也只能寻求众神的庇护 路加到监狱进到保罗时 保罗很是惊喜 觉得他来到这里必然花去不少惊情的代价 这些惊情本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 而路加说在这个决定上社区没有一个人投放对票 格林多教会也为此奉行了许多惊喜 路加是一位希腊青年 有着精湛的医术 他没有见过耶稣 但是他说 当他看见保罗的时候 他似乎看见了保罗所传的耶稣 他是保罗的属灵儿子 也是保罗的同工 在保罗的传道生涯里 大部分时间都有路加的陪伴与护理 路加向保罗传达了各个教会的消息 便将罗马基督徒社区的难处告诉保罗 希望从保罗这里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 但是保罗在社区的基督徒屈留的决策上 没有给出意见 在路加的建议下 保罗答应给教会再写几封书信 在社区的一次讨论会上 基督徒们决定离开罗马城 前往希腊的一幅所 他们需要通过一条水曲 但入口处是三户罗马的父户 他们需要提前与这三户人家打好招呼 于是塔奎自搞奉拥来携带这信件 塔奎是希腊在街头领来的孤儿 在当时的罗马 孤儿和寡妇是最弱势的群体 若没有好人的救助 他们很有可能会饿死街头 塔奎的理由是他是一个孤儿 走在街上根本没有人关心他 士兵也不会关注他 就会比较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但是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顺利 塔奎出走几天后就被冰钉打成重伤 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而这件事情给社区的基督徒们带来巨大的打击 一些千年基建分子充满仇恨 便说要以牙还牙 用暴力反抗 路加及时阻止了他们这样的念头 他说保罗被迫害许多次 但保罗没有一次举起自己的手指 反抗迫害者 爱是唯一的方法 其实路加说爱是唯一的方法 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不坚定的 因为在后来路加再次去监狱探望保罗时 才表现出心底里的疑惑 他说这是个被魔鬼掌握的世界 这是拟路的竞技场 街道上血流成河 孤儿寡妇饿死 出生时有轻微缺性的婴儿被处理丢弃 这个世界对爱一点都不了解 但保罗反问道 当初基督没有放弃我们 而现在你要放弃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吗 于是保罗说出了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防是包容 防是相信 防是盼望 防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因为保罗的创名 路加的心灵 重新恢复平静 保罗回忆起他改变的经历 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 对上帝只有满目的爱 他自以为是上帝愤怒的正义之手 于是将所有称耶稣为弥赛亚的门徒们 视为亵渎上帝的可证之子 便严加迫害残杀 但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事 让保罗有了180度的转弯 他才真正认识真理之神 当时天上忽然发光 四面照着保罗 他就扑倒在地 天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那声音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扫罗从地上起来 尽失明了 进了城后 三天不吃也不喝 三天后 来了一位基督徒 两人数未谋命 但却互相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因为各自都被神启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经过这位叫亚拿尼亚的基督徒祷告之后 扫罗的眼睛便重见光明了 从此 扫罗就宣传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 而刚不久前 他正是到处迫害传这样信息的人 他现在也从迫害者转变为被迫害者 而路加写的书信均被监狱长解惑今世 并被怀疑他和保罗在密谋着什么越狱或复仇计划 于是将路加也一起关在保罗的监狱里 当下监狱长女儿的病情每况愈下 医生已经宣布无法挽救 除非多拜拜众神 而在另一边 社区的基督徒得知了路加也被关在监狱中 其中的一些青年人想要用暴力去引救路加和保罗 但这一想法受到了领袖阿窥纳的反对 保利求师的朋友建议他好好接近一下保罗 可以和保罗聊一聊 说不定可以从保罗口里得到一些有利用价值的情报 另外传说保罗有神奇的力量 说不定能医好他女儿 于是保利求师照着做了 和保罗谈完后 他心中产生了三点疑惑 第一保罗拥有某些力量 却宣称没有权力使用他 第二做了奇迹般的事情 却不吹嘘包装自己 第三不为所做的工作求报酬 保利求师认为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像领袖 而更像是努力 他又问保罗 他的女儿生病了 如果他向保罗的神祈祷 他会好起来吗 保罗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上帝的方式和我的方式不同 保罗的回答让保利求师觉得毫无用处 不过他还是决定将书信还给路加 并且第二天会释放路加 保罗对毛利求师最后的建议是 让路加去给他女儿看病 因为路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希腊人 当时却遭到了毛利求师的拒绝 他说他不会带一位基督徒到自己家里 而惹怒众神 基督徒社区里的一些激进青年人 还是不顾阿奎纳的反对 拿起了兵器去劫狱 当他们顺利的找到保罗和路加时 保罗却引力的斥责了他们 并拒绝了他们的营救 让他们空手而归 这次的劫狱忍怒了金狱长 并且又因为路加的话冒犯了他 于是金狱长将路加关到了斗兽场 等待路加的是第二天斗兽场的猛兽们 这是一个最惊男和绝望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 路加和一起被关押的基督徒们要上斗兽场 基督徒社区也面临着被暴露的风险 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祷告 他们用耶稣教导他们的主导文 进行了祷告 监狱长用最秦诚的方式向众神祷告后 却得知他的女儿已经生命存微了 他这才决定前路加过来 路加诊断后 立刻用纸画出了社区的地图 让他赶紧去社区取所需要的药材 路加希望监狱长不要再犹豫 他已经将社区里所有基督徒的信命 都交在他手里了 于是监狱长照做了 第二天早上 路加成功的医治了监狱长的女儿 当路加从房间里走出时 颜面而来的是精神紧封的监狱长妻子 在他走进房门 看见女儿坐在床上面带微笑的一刹那 顿时绽放了笑容 监狱长毛里求斯再次找保罗交谈 并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事情 令他想不通的是 路加为了救他女儿 竟然将隐藏基督徒的社区地址告诉了他 他和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为此十分感激 他为尼路的斗手场感到抱歉 也为今天进入斗手场的基督徒们感到抱歉 保罗回答说 当你从大海里用手咬了一些水 水会从你指缝金慢慢漏掉 流回大海 水就像是人的生命 从出生到死亡 一直从我们手上流失流干 人活着是为指缝金漏掉的水 但那些追随耶稣基督的 这是活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 虽然你现在还不愿意相信 但只要基督愿意 可能在某一个时刻 只要一下子 他会粉碎你所有的防御 在那个时候 你就明白基督完全地了解你 并完全地爱你 我会为你祈祷那个时刻的到来 保罗训道前 路加写完了《使徒行传》和提摩泰后书两份书卷 社区的基督徒们最终选择了离开罗马 并带上了两份书卷 电影最后以保罗所念提摩泰后书而结尾 电影最后以后